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即场教路之有 问哪个环节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 又或者传电邮给我们 彩岸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 华fi 华fi 你好 华fi 我们先解答家庭观众的电邮问题 又说家庭观众吴山 就想码175吉利和390中国中铁 如何部署 他说之前吉利方面在3.63元有货 现阶段在几个好消息憧憬之下 什么价位入可以再加注或是交货 和大家看看现时吉利的最新股价表现 就见到现价股价表现2.89元 3.63元拿着 今天股价表现又要跌超过6% 还交不交货 其实我觉得就不要追求 因为这样说 虽然吉利昨天大升 但你说是否一个所谓很好的消息 其实我觉得不算太过是 只不过业绩来说 令大家有些惊喜 升成三成计 软上这些因素之下 才带到价格上去 但如果从细数上看 其实昨天的业绩里面 譬如出口方面 其实增长是不同的 其实差挺重要的 而且以回去年下半年做得更好 其实因为在下半年里面 出了一些新的车种 譬如SUV等不同的车 但出的那一刻和未有 一定是有个明显增长 这个可以理解 但到今年来计 随着车种已经在市场内卖的时候 究竟能够再保持到那麽强的增长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可以有 而且回到今年回来 看到吉利的消情 特别二月份来看 其实都跌得挺重要 原来我觉得整个基本面去看 其实昨天只是借着业绩之下 叫做打弹 我觉得未必要打太多 所以暂时我不是太坚加住 反而久了住就先拿住 因为其实都比较高 如果要止蚀或者做任何事 不是这一刻才做 但都没有做到的 那就先拿住 希望价格在未来两个百座 这边位置可以站住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够两个百座 站住之后 慢慢可以稳步 上回3元楼上 我建访你逢高考虑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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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和大家预期有点不相符 原本大家预期就一定是大型套目 很多基建套目会上马会做 但见到今年回来 其实很多的目标 或者投放的资源来看 其实都比预期为之少 原来因素之下 都令到很多的铁路股 其实一起跌下来 中铁路股都一样 但你说去到这些水位 其实我相信这样说 要反映的因素都差不多 但问题就是 所以就是20天线能够突破 因为你见到长期下来那一刻 其实都压着20天线走的差不多 曾经想尝试突破过 但不是说很站得稳的 到今次你都一样 早两人来说 曾经上回来 曾经想尝试挑战20天线 但你见到暂时站不到3.3流上之下 又是反复去为主 所以看一看 就是短期能够站3.3流上 如果可以站得到 我得以大概3.5左右 做短线的目标价 而下边如果想订回指示位 放在这些位置 三分辨论 那就穿回考虑指示离场 好 多谢家庭观众 午生的电邮问题 下位家庭观众 唐先生在电话旁边 听听他的电话 唐先生早晨 早晨 你好 早晨 我有准备买两只 一只是1515 是 凤凰医疗 另外一只是2196 复兴医药 两只都想买的 还是两只假只 我选一只 好 两只选一只 选哪一只好 Wafi 其实两只都好 很难去说哪一只 会选得下手 但是当然 你说哪一只 未来 特别可能 比较中短期一些 会有个上升的空间 我觉得 如果你比我选 那我只有一只1515 为什么会这样说 首先 伏星2196 其实就升得太多了 甚至乎 很靠它的消息面 去刺激 特别是一些并购收购 当然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但我相信一定是有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公布收购并购的时候 买得来 可能都要抱着 一些比较等的心态 就是当我一下有 才会升上去 所以有一个 可能会是 耐小的一个心态 但反而是1515 其实我觉得 基本面来说 除了经营一些医院之外 更加在刺激上看 其实我相信 都绝对是受得到这一阵 过来行的一些 医药改革政策 特别之前不断说的 就是三部曲来看 第二部曲就是 改革医院的一些 就是叫做推行 而这个时间里面 正正就是这一两年会做的 那远上这些因素之下 我觉得对防御医疗的 帮助性上看 会是保持着都有 起码都会平平往往往走 所以记得其实也是 这一阵市场大家都知道是很弱 但其实它的价格 也不是太花跌的 曾经上试过50天线之后 但轻轻穿过之后 立刻收回上去 即是暂时13元边的位置 支持力都挺强 所以便上 我觉得如果你有买 可以厚分这一款 以13元左右去到入市 到时来计算 以第一站 以之前的顶位 14.5元左右 足复目标价 下面来说 如果真的定了指示位 我会建议摆下 大概11.5元左右 便会穿回考虑指示离场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唐先生 515的PE是多少 好 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 即是去年的业绩 大家认为这一段股股 其实预测 即是去年13年的PE 可能都是20倍左右 但是当然你说 是不是很贵呢 很两体 因为其实没错 可能20倍 20倍也好 比较就算再高一点也好 只看的数字好像很高 但好看什么行业 但如果以医药的行业来计算 始终你说有那么强劲的增长 甚至大家预期这么多掌握支持之下 稍微高一点PE 其实都是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 你这样说一句 其实伏声价也是高 所以说 其实有没有哪个股股低呢 我觉得很难 真的有一太明显 大家听听观众的电邮问题 有位陈先生 传了电邮来 想问两只股份 分别是6800中国海外 和3311中国建筑 我看到6800方面 他说有一手货 就是之前买下 就是21.9买了 入了一手 他说现在看到 中国海外跌下来 股价吸引 可不可以再购货 18.149能否购得过 我觉得这样说 其实 如果你问我自己本身 是否购买 我觉得不是太建议 因为它整个内房的基本面 我觉得仍然是比较远一点 但是当然 撇除一些基本面 或者撇除所有东西的时候 只是看回价格 和看买入价格等等来说 你说落到这些水位 大概18个岭左右 你说混合住 拼连 拼连20元左右的买入价 拼连它有没有机会 跌了这么多之后做反弹呢 我觉得这一刻可以去试一试 但是当然 这些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事 只是纯粹以一个直播性去看的 所以如果以直播性去看 你说落到这边的位置 大约18元左右 其实我觉得 你说暂时多住 不是完全不可以 但是留意一点 如果你假设这一刻 入到的时候 拼到上去的 淡回21元左右 才一起走去货 但电房转流 假设拼完之后 入了市后 还是下跌的时候 我建议定指示的位置 sinon 终于再入口 一來就業績的確是不錯 甚至乎不斷記憶到它的單 無論是新鮮合同也好 或者在手合約也好 其實那個額度絕對是足以來的 這幾年去做 變相賺錢方面看 就不是太擔心 所以變相我覺得這隻高分 其實幾時都可以叫買得下去 其實相對是比較穩陣的 而且特別以這一陣來說 價格都下了不少 而且整個形態來看 一個一頭哥多肩的一個頭肩頂 其實正式穿了項線13元之後 都慢慢回落了 隨著這一陣13元項線 跟之前頂位15元左右 大概2元是距離 拉回來看 其實有機會是差不多它走完 可能11元左右鬆一點也走完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這一天買下去 只要你不介意 還會反覆的 在這些位置搖一陣 其實不是太擔心的 我覺得在這些位置買 絕對可以買得過 買完之後 暫時剛才說到 以11元鬆一點 做一個短線一點的支持位 只要能夠撐得住 我覺得就不用這麼急 去到叫走貨 或者是指示等等 反而來說慢慢 等價格能夠從上 大約12元以上之後 我覺得可以 以13元左右 頂線位置做一個目標價 謝謝 也多謝了陳生的電郵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 也發了電郵來 要問Wafi 當中涉及四隻股份 第一隻就是遠東環球830 就會受上文力的上網空間 和指示位 郭伯的位置 怎樣看這隻股份 回到這隻來計 當然自己的看法 不是差 因為始終都推介過 但當然你見到這一陣 就比較弱點 最主要來計 都是業績因素 有一點點叫做 令到大家跌眼鏡 一來沒錯就是扭規 但你記得到 毛利率方面 都跌得挺緊要 特別是北美方面 那個業務上去看 但我自己對這一點 就不是說十分之擔心 因為最主要來看就是前景 他剛才提到就是 他的母公司就是3311 中國建築 隨著入股之後 就算撇除商戶 住不住之 這些因素之後也好 我相信始終 母公司都在 中國香港這些地區為主的時候 變相遠東來的訂單方面 看盈利的動力 應該都是來自這兩個地區為多 特別是國內 所以剛才提到的 去年的業績 北美方面做得差 我覺得其實慢慢的 這個佔比已經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其實好看就是接下來 譬如國內的業務做成怎樣 所以我自己對他都依然有一定的信心 而且以回到隔離看 其實站由高位大概2個嶺 落到這些水位之後 其實我相信短期都跌得差不多 我覺得其實你說 如果這些位置 大約約8樓下左右去買 其實我覺得又不是說太高的風險 但當然 可能要等一段時間才有機會重申動力 這些一定的 所以變相你說這一間買下去的話 我覺得等價在這一陣位置陪伴住 如果價能夠接近 突破過9樓上 我覺得其實要上回大概2元樓上 其實不是太難的 我也有一定的信心 反而下面 如果你真的在這些位置買下去 我覺得反而下面比較重要 訂一個奴半 如果你是這一陣再穿6半 才考慮指示離場 另外下一個他就想問一隻 580蔡晶電力電子7毫7的位置 今天跌超過1成2 怎樣看這隻股份 以這隻來計 其實這件事 今天就受著業績因素之下 就跌了下來 但當然你說他怎樣看 其實他當然是跟一些 叫做相關基建鐵路的公司 都是相連的 特別是鐵路公司 因為他主要的業務上看 就是做一些相關機車裡面的一些系統 譬如減少擠小情況 去控制馬達的速度等等的一些部件 變相都和這些行業雙拼在一起 但的確 你說剛才提到的 譬如之前看的390 或者幾間幾間鐵路股來說 其實這一陣做得不好 但反而只是財政 其實之前這一陣相對雖然都是有跌 但跌的幅度來看 其實就不算太多 比較叫做硬正一點 變相到最後 業者又出賣了 雖然就見到大數好像很誇張 升成九十幾倍 但只不過數目上看 都是四千幾萬的時候 其實就不令大家有太多 叫做受歡迎的一個因素在這裏 所以變相就令我之前不用跌的因素 都一起放出來之下 今天就借勢堆得特別急 但你說怎樣去看呢 我覺得其實如果以這刻來計 當然你說跌勢比較急 或者股票都比較大的時候 的確就算想報也好 真的要大家等 我覺得其實慢慢有機會 下回這一陣突破上之前的一些位置 大概是七毫四指 我覺得你可以以七毫四指 做回這一陣的入市位 到時來計算 以九毫指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大概以六毫六指 做回指示位 另外他想問2369 就是號派集團的現價四個八毫半 跌跌超過百分之一 他四個七毫半的時候 持有一萬二千股 怎樣做好呢 如果以學派你四個七毫幾有課 現在四個八毫幾都賺錢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不用太擔心 比較容易部署的 但當然啦 小心少少 這個股份就一來升這麼多 二來其實他近期都比較叫做 發上發落一點 特別你看到 從股價來說也是 可能一天大的洋竹又升很多 一天大陰竹又跌很多 近期都保持這樣走 所以變相波動性那麼大 其實要保持留意 讓抽身容易些 但我覺得只要接下來 大概如果能夠站多一條 天線樓上 站回上四個九樓上的時候 其實目標價我都可以擺上五個二樓 所以反而我覺得 以五個二做回目標位 暫時就不會太擔心了 好,謝謝 另外最後一隻股份 他想問一隻八八二天津發指 現價來說四個九樓六 今天逆市靠穩 又怎樣看這隻股份呢 其實這隻股份就不太跟私行 因為本身業務都不太關事 甚至最主要看它的 都是等絕資的憧憬 變相在沒有太多因素影響之下 價長期都是保持四個多元至五元這幾多元上落 所以變相如果你本身有貨也好 或者沒有貨也好 其實只要你接下來 都記住二天線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會太大 而當價格能夠一天線之後 假設能夠突破五十天線 其實慢慢來計算 只要價格在行法上說 我覺得可以回到五個三度 做短線的目標價 好,謝謝 另外,解答完這位家庭觀眾的電郵 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這位家庭觀眾就發出電郵來的 就是Kelvin 他想問騰訊 他說騰訊業績差 今天股價會不會大跌 應該怎樣做好 但見到今天來說 雖然曾經跌到五百四十一個半的位置 但很快修復失地 現在只是跌四百五百六十三個半 拿著貨的投資者現在應該怎樣做 拿著貨就當然繼續拿著先 因為其實講一句,業績就昨天出座 你說是否叫很差呢 其實我覺得又不可以這樣說 但有沒有很多驚喜呢 又好像真的沒有 變成整份業績上說 和大家本身的預期 或者整體看法來說 都叫差不多的時候 所以你看到今天回來也是 那價錢是發上發落 但發得來也好 都仍然保持在大約五百六十元左右 這邊的Apple 即是沒有真正的態勢突破 或者再衝高等等 所以暫時只要 短期來說 都仍然保持在大約五百五十元樓上 到五十千線附近樓上去走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如果價格能夠有機會上五百八十元樓上 其實要慢慢試回六百元左右 我覺得機會性都有在這裏 好,謝謝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都發了電郵 他說兩元的時候買入了資金抗業 現在應否轉去月秀地產 他說前者收息較為可觀 但金價持續低迷 相反後者跌到一年低位 有直播率 但內房有違約危機 而且第一季銷售不錯 他說應該怎樣做 繼續持有還是轉馬 你怎樣給他意見 其實家人觀眾自己都說了所有因素出來 變相我覺得兩者都有好有不好 但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你本身都已經拿著月牙指金 甚至是捱緊都一定所謂的價 我只是以這兩個角度看 其實這一動是比較難做的 動了出來走之後 買月秀好 還是月秀買之後 是不是一定升呢 也未必是 所以現在本身持有紙金的時候 雖然兩者都有好有不好 但我覺得 真的以直播性來說 暫時先拿著紙金 如果未來金價 真的有機會再好一點 我覺得紙金也有機會 是彈高一點 我覺得暫時先拿著 先不要做太多事 好 謝謝 多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 要問回Wafi 後師所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哪支有此理 沒有的 好 謝謝 待會回來發達廣場環節 下節見